去年情人节在台湾杀死自己的女朋友之后 又潜逃回香港的杀人犯陈同佳 在这个星期三获得释放之后 他立刻出于第一件事情就是鞠躬道歉 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回到台湾来投案 接受司法的审判 当初就是因为他间接促成了 所谓的逃犯条例的修正工作 也引发了这四个多月来的街头动乱的风暴 但如今他的动向又引发了港中台三方之间的司法跟政治的纠缠 可以说整个事情短时间之内势必是无法落幕 他的动向当然备受瞩目 其实我们要看看香港这次除了街头的种种形式之外 其实四个多月下来也延伸了很多新生的事物 像很多人虽然受了伤不敢去医院 怕事后的秋后算账 那去哪里看病呢 诞生了所谓的地下诊所 还有人的文宣创意非常的丰富 这次也充分展现在各个街头跟都市的空间之内 香港的情势激发了很多的对立 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现象 四个半月来香港对立关系日趋严重 先是港府接着是港警 现在又多了一个救人治病的医生 走进隶属工部门的公立医院 港警像是手足带兔等着示威者上门 对示威者来说这跟字头螺网没两样 病例更是参与非法活动的呈堂证供 于是他们转到所谓的地下诊疗室 强烈地刺激身体 它会扰乱我们的血流的 pattern 部分香港职业医师看出示威者的身心恐惧 组织地下诊疗室专收示威科患者 无常看病对患者隐私保密到家 这天恰好有名病患 她是六月吸到催泪带烟雾 却不敢放心求诊的阿琪 去到八月九月 直到是很小到直到好像没有 我是外面有看过的始终 但是我不可以告诉她 我吃了出血蛋 所以变了黑色血了 这里是吃黑蛋都说得的 她的害怕不是没来由 早在六月中就传出警方能自意在医院 查询急诊病患病例 示威伤者被医护举报 如同案件难防 如果她知道有卡手 她会点对我 其实是不认识到 你不知道你医你的医生是什么证件 不止如此 建制派更寄出赏金 鼓励大众上网提供示威者试证 这让医院更弥漫着白色恐怖 愿红一个人是说不在数的 二十万 如果我去医院 肌肉的伤势 可能那个护士或者那个医生 就是她用她自己的判断认为 我是他们口中说的暴徒示威者 这些都是一个风险来的 避得就避了 你叫他们入医院吗 他们可能宁愿死 示威者的担忧 他都懂 因为作为地下诊疗室医师的李嘉玲 也是向往民主的港人 五年前雨伞革命 她开启疫诊之路 当年病人之所以找上她 多因为西医物理治疗疗程太久 但这次求诊情况已完全不同 今年因为大家太害怕去医院做治疗的时候 被人揭露了她出过来 甚至其实她纯粹是合法和平游行 但是因为滥捕的情况太夸张 没有人会想麻烦 警察滥捕家具医病关系撕裂 李嘉玲的医者人心 让她号召更多医师朋友 组成地下诊疗网络 自己同时身兼 一诊走机 在街头做救护志工时 就能看到她不时打电话看讯息 因为病患都是透过通讯软体来挂号 根据病人状况分配愿意帮忙的医师 其中同是中医的Max 之所以投身地下诊疗团队 全因朋友打来的这通电话 他们开了一帖创意药方 治疗香港受了伤的医病关系 这类点子成为反送中一大亮点 其中把创意用到极致的 还有令人惊艳的温宣艺术 走在香港街头 随处可见的莲农墙 是第一代抗争艺术的据点 从明天开始 这些莲农墙的墙 已经在100个位置 为了抗争的不流行 走到号称全港最大的大浦莲农隧道 举目所及是各色的变条纸 起初莲农墙是源于80年代 西方对抗共产主义的反战 与和平精神 一开始他们将披头四成员 约翰兰农充满民主意涵的创作 涂压在墙壁上 后来到香港才演变成 用变条纸和文宣提供众人发声 莲农墙承在港人的动人字句 令人玩耳的创意更是没少 像这个互动艺术 警务处长的黑白照片上面 吊着一纸拖鞋 这动作对反送中民众来说 实在超疗愈 随着抗争时间拉长 莲农墙2.0的莲农之路 也出现在街头 刚刚这个时代 我觉得创作人员会用各自的方法 去回应这个时代 这个6月时期开始的一本线 创意包装着反送中情势 其中这个抗争者模型出现在街头时 几乎引起一阵骚动 创作者花了两个月时间 将示威者以6比1的比例缩小 抗争装备更一个都没少 浇灭催泪弹的宝特瓶 头戴防护的护目镜 甚至采访记者手上的相机 都逼真到不行 除了这类写实作品 网路上更有无数平面海报 各类画风都超有梗 如同口号之音 生于乱世有一种责任 这些新形态的社会组织与现象 都来自各界 自发分工 无偿相助 纷乱局势中 新的生存模式 更同时呼应反送中 Be Water策略 要在香港变地开花 是在香港变地开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